好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明记历史 珍爱和平 纪念世界反法 其次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专题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系列专题 我是刘海平 昨天在纪念张纯如的专题中 我们谈到了纯如父母 延续女儿未尽的事业 加入了世界抗议战争实施维护联合会 而成立于1994年的世界史维会 如今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了40多个分会会员超过20万人 是海外长期从事抗日史实维护与研究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机构 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世界史维会的前身是1991年就已经成立的旧金山史维会 作为旧金山史维会的联合发起人 丁元依旧记得当年的情形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种非盈利机构这五分钟热度过了以后 这些人就散掉了 所以一定要在各地成立分会的话 才能够把这些人长期的维持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在1994召集这个15个类似的组织就在旧金山湾区开了一个会 决定了成立这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 两年之后 1996年 在斯坦福大学再度召开会议时 分会就达到了30个 之后逐步扩大 世界史维会成立之初 工作还限于华裔社区 丁元回忆 史维会挺进美国主流社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1996年2月 旧金山高中联合学区将抗战史实列入教科书补充教材 2000年 史维会协调推动美国国会通过S1902法案 则成对日本二战罪行记录档案全面解密 二次战犯档案解密 所以我们可以达到国际的层次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联合国 在日内网就开始做宣传和说服的工作 所以在联合国就已经通过了好几个议案调查 和谴责日本的慰安妇的战犯罪行 这份档案的全面解密也成为慰安妇和受害人 在国际法庭向日本提诉最有利的证据 而20年间 从发动全球网络签名反对日本入常 获得41个国家4200万人响应 到保卫钓鱼岛 举办南京纪 召开日本二战罪行研讨会 推动世界多个国家树立慰安妇同向等等 世界市委会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维护抗战事实方面成了极先锋 我觉得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做了成绩 已经一步一步到达了不但能够在中国人里面可以达到共识 而且在亚洲人 在美国主流这方面也受到他们大家的注意 随着市委会民生大造 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 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和威胁也从未停止过 日本人请入了我们的电子邮件的账号 偷了我们的文件 用这个来威胁旧金山的市议会的议长 那么这个事情都是层出不穷的 他表示说你根本对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是外交人员 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事情他完全错误 我一方面不会受着威胁 另外一方面我会经过美国适当的法律的 这个途径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市委会各分会也将举行图片展研讨会大型音乐会 而未来市委会还会积极争取 将抗战史实列入更多西方历史教科书 同时坚持四个诉求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记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中国的伤亡或者是亚洲战场的伤亡 尤其我们到了美国 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间是欧洲战场 二次世界大战争欧洲战场的篇幅非常大 亚洲战场只有一两行 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既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既取这个历史的教训 而能够让日本真正的永远不再篡改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 要日本政府正式的道歉 赔偿 建管 立碑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诉求跟目的 世界市委会的宣言中写道 唯有坦诚正是过去的错误 加上诚挚的道歉和合理的赔偿 才真正将历史的创伤抚平 揭开历史的真相 可以让未来的日本人不敢重蹈覆辙 同时也警惕我华人子孙 应时时存有自强之心